欢迎收看今天的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家荣 也欢迎您在聊天室留下你对今天这些新闻时事的看法 来跟我们做及时的互动 那今天这个震撼全世界的大消息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宣布 将会推出今年的总统大选选战 交棒给他的副手贺锦丽 那贺锦丽呢稍后在台湾时间晚间11点半 也会在白宫的南草坪来发表演说 预计呢会面对媒体提问 也强调呢他要全力来争取 接下来民主党党内提名的决心 所以如果您想要知道最新的讯息 也欢迎您随时锁定TVBS在各大平台的最新的讯息 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退选的新闻 我们先整理一下这个时间续 毕竟拜登之前说过他会选到底 为什么突然态度出现这么大的转变呢 先回到7月20号当天 拜登呢他是在这个Delaware的海滩上禁阳 因为他确诊了 那当时呢他本来还是在思考 要不要继续选呢 毕竟坚持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不过他找来了两位他的这个新妇 这两个人呢跟着他一路从当年的参议员 做到现在的总统大位 那包括他的妻子吉尔也一起来讨论 要不要继续选 他的新妇呢就秀出了一份数据来告诉拜登说 你看看这个数字秀出来 你其实真的现在已经选不赢川普了 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要不要考虑就在这边打住呢 所以拜登后来也决定要听从这个新妇给他的建议 就决定一起来写这个退选的声明 所以他就说了他相信呢退选是符合他的政党民主党 还有国家的最佳利益 毕竟当了四年总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 他决定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总统参选人的这个位子 交棒给他的副手贺锦丽 那做了决定之后 拜登呢20号晚间睡了一个好觉 隔天21号起来 一路到大概中午呢下午1点45分 打电话给他的幕僚跟竞选团队 宣布他做的这个重要决定 那当然在之前也有先告诉贺锦丽 还有参院的领袖舒默 不过这两个人也算是蛮最后一秒钟才被通知的 那之后呢他也在社群上就发表这个震撼媒体 跟全世界的这个退选声明了 不过还是有人在猜 会不会跟健康问题有关呢 毕竟他前阵子才刚刚说他确诊了 还有人在猜他是不是有失智 或是这个帕金森市政呢 不过白宫的高层就强调 这跟医疗问题完全没有关系 纯粹是拜登他自己的考量 那最近其实也没有做任何重要的体检 所以呢身体上看不出来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现在呢退选的决定一下 民主党内是不是有所谓的庆祝行情呢 我们从这个募款的资金来看 其实蛮明显的 在21号呢宣布要退选之后 这一天之内涌进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捐款 那过去一般的捐款记录来讲呢 其实平均每个小时大概只有20万美元 不过呢这次一宣布退选 一个小时之内马上涌进了750万 那这个数字呢这一整天的数字加起来已经是2020年大选以来最多的一次 而且这个数字还是在持续的往上增加 所以不难看出现在呢可能由贺锦丽来出战 这个决定却是为不少民主党内人士打了一记 就在台湾周一凌晨1点54分 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正式退选 不寻求连任 这震撼弹杀的各界措手不及 第一时间从拉丁美洲到欧洲 俄罗斯各家媒体全都插播报道 毕竟万败深浪延烧近三个礼拜 拜登终于松口为了成全民主党和国家 放下个人坚持 这一退让常年挺民主党的CN主播都讲到哭了 而拜登这一成全也立刻让骂拜声音 全都180度大转变 前总统欧巴马 前众议议长裴洛西 科林顿夫妻全都发文感谢并赞美拜登 是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 但是拜登这决定真的是保密到家 连幕僚都不知道 拜登退选之后随即单独发文声明支持贺锦丽 民主党内已经有不少人表态愿意支持贺锦丽 但是最终还是要看她能不能取得足够的党代表票数 接下来24到48个小时就是贺锦丽要巩固党内支持的关键时刻 TVBS新闻总和播道 当然派贺锦丽出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那有没有机会来赢过川普呢 我们统整了几份美国比较具代表性比较重要的媒体所做的民调 我们先来看这是CNN它综合了几家大媒体的民调数据显示呢 贺锦丽支持度47% 川普是48% 那纽约时报的数据呢贺锦丽稍微再落后一些些是46% 那至于CBS跟路透呢在这个枪击案之后做的民调也都发现 川普呢是稍微占一点点优势的 不过其实也不多大概就是2%到3%之间 所以看起来确实呢有一些机会来全力一拼 不过在贺锦丽赢得这个选举之前打败川普之前 恐怕要先解决的是民主党党内有蛮多不一样的声音 是不是有茶壶风暴在酝酿呢 其实有一些大佬已经站出来力挺他 包括就是这个克林顿夫妇 另外就是一些民主党的这个大金主 包括像是Netflix的创办人 Linking的创办人 跟这个金融大亨索罗斯家族等等 全部都说话了 不过呢有两个重要的人到现在都还是晋升的 一位呢是前总统欧巴马 另一位是众议院的前议长裴洛西 这外界都在猜什么原因让他们到现在都不肯出来支持贺锦丽呢 特别是欧巴马 非常有趣的是呢 两个人其实有蛮多的共同点 包括他们都是属于少数族裔 另外都是在单亲家庭出身成长 而且都是一路当道律师 所以其实两个人也都是有一些旧事 是这个认识很久的朋友 特别是在2004 05年 欧巴马当时还在选参议员 是默默无名的这个政坛的小人物 当时贺锦丽就很挺欧巴马了 那为什么交情这么好 他到现在都不肯说话呢 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 纽约时报有发布篇文章来解释 欧巴马可能有的两个盘算 其中一个呢就是欧巴马他认为现在呢 虽然大家都在听贺锦丽 不过呢民主党内该有的这个提名程序 还是应该要走完 那在8月19号呢 共和党民主党会在芝加哥召开这个党代表大会 到时候呢总共会有将近4000名的党代表 要投票来选出来今年的总统参选人 那其实拜登呢根据现在的状况 其实有大概3800多位党代表说了会支持拜登 不过拜登已经退选了 他的这个选票不会直接转移到贺锦丽身上 还是要再经过新一轮的投票 那目前贺锦丽在这短短一两天之内 他可以确定现在是有530多位的党代表是支持他的 不过距离要超过半数的这个票数 还是有很大一个差距 所以站在欧巴马的立场 他可能会觉得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大势底定 那我先暂且先观望一下 如果真的是贺锦丽获得提名 他会站出来利用他的号召力跟影响力 来鼓动大家呢全力的来力挺贺锦丽 所以这个是要尊重党内程序的部分 那另一个原因是要尊重拜登 虽然呢他跟拜登两个人之前是竞选的搭档 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有一些些的摩擦 早在2016年 当时民主党要推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 当时呢是拜登跟希拉蕊两个人在竞争 那拜登一直以为欧巴马跟我这么好 应该会挺我吧 结果欧巴马呢他选择支持的是希拉蕊 这让拜登其实觉得还蛮受伤的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对欧巴马有一些些的不满 那又再加上呢在这个上个月的 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会之后 欧巴马觉得拜登表现不太好 当时有提醒他要不要考虑退选呢 这让拜登难免有一些心高气傲 有自尊心觉得好像自己被欧巴马看不起 觉得蛮受伤的 所以这两个原因呢让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不像从前这么密切 所以欧巴马这次他的策略是 他先发了一篇声明来感谢拜登对美国的付出 全力的赞扬拜登这段时间为美国的贡献 但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 我支持贺锦丽 避免被做过多的联想 好像觉得你是不是在马上抛弃拜登 去支持另一个人呢 最背后有一些些可以说是体贴吗 这样的盘算 希望焦点现在还是放在拜登这个人的身上 那回过头来说到贺锦丽 现在呢看起来好像他是一个民主党的贡主 那他的副手到底会找谁呢 这边帮大家整理有三位比较可能的人选 第一位呢是这个肯塔基州的州长 Besher 另一位是密西根州的州长魏美贵 另一位是兵州的州长夏皮洛 那三位当中呢呼声最高的是中间这一位也是女性 密西根州的州长魏美贵 他跟贺锦丽一样有一个其实蛮中文化的名字 那为什么说他机会比较大 一部分是因为他所在的密西根州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摇摆州 加上了女性身份 可以跟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做一个蛮明显的切割 男男组合对女女组合可能还是有一些优势在的 那魏美贵他其实在去年跟前年都曾经来访问过台湾 所以现在三位当中可能继续做一些讨论 而且呢不用等太久 也许在这个礼拜在周末就会有最后的答案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总统 并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棒 贺锦丽因此可能成为史上第一位 角逐美国非议女总统的人选 而继贺锦丽有意接替拜登后 会选谁当副手也掀起热烈讨论 如果是52岁的密西根州州长惠特默 那就会是总统副总统全女性搭档 一度也是竞选民主党总统人选名单的加州州长纽森 现在宣布将全力支持贺锦丽 因此她也被视为热门副手人选 但在决定谁选副总统前 贺锦丽是否真能成功获得党内提名 其实根本还说不准 据传前众院议长裴洛西上周私下表示 希望在决定谁提名顶替拜登时 能有更竞争的竞选过程 但距离总统大选已经只剩不到四个月 在八月中民主党全代会前 可能还会进行一场小型初选 正式确定提名贺锦丽 竞选总统后才能进行后续总统辩论及投票 对民主党来说正被紧迫的时间推着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早在上个月的辩论会之后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在叫拜登去退选 所以川普阵营已经做了一个战略的模拟 假如拜登退选 那想必是贺锦丽会接棒 所以早就已经想好 怎么针对贺锦丽来展开攻击 自果然今天这个退选消息一出 川普阵营动作非常快 川普马上就来骂人了 他先把拜登狠狠批了一顿 他说呢 拜登根本是史上最烂的总统 还用狡诈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说他把这个美国的内政外交国防能源 全部搞得一塌糊涂 更糟糕的是呢 拜登他年纪大而且呢记性非常差 可能你也起床就忘记 今天自己已经宣布退选了 所以呢拜登赶快滚一边去 由我来取代他 不过讲到贺锦丽呢他也是没好话 他说换成贺锦丽那更好 因为贺锦丽呢更容易被打败 甚至直接提到了就是呢 在这个前两年拜登当时有给贺锦丽 一个处理非法移民的任务 不过贺锦丽呢当然没有处理的非常好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移民家庭出身 这个问题就被继续的放大解释了 所以拜登现在呢 川普现在呢他们的阵营的策略就是希望 来继续主攻这个移民政绩的部分 认为是最容易来突破的这个破口 那川普的副手范斯呢 跟他一样炮火非常的猛烈 范斯甚至直接说 你们大家都知道拜登身体不好 而且呢记性不好 看起来身体状况真的非常糟 希望他退选 不过这个人连选举都不能选 你觉得他还有资格来当美国总统吗 应该现在就直接把总统给辞掉吧 你们既然没有人建议他辞去总统这个职务 你们的逻辑太荒谬可笑了 所以他的论点是他认为拜登 不要谈什么选举不选举 是现在就直接应该下台 因为他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当美国的国家领袖元首 还有三军统帅了 不过呢大家在关注的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川普跟贺锦丽的对决 而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有一个蛮有趣的组合 因为贺锦丽呢 他是这个律师出身当过检察官 那川普在这阵子选举最被讨论的议题就是呢 他被指控犯下的联邦重罪 所以好像一个人是罪犯 另一个人呢是这个法律的代表 所以看起来好像对比其实是蛮鲜明的 那对贺锦丽阵营来说 现在的重中之重就是去攻击川普的年龄 毕竟年龄这个东西本来在民主党是一个 有点敏感的话题 但现在呢 风向转过来了 毕竟年龄比较大的人是川普 所以可能会攻击呢 川普你已经也将近80岁还能继续选嘛 这可能会是一个攻防战很重要的这个议题了 不过其实有点尴尬的是呢 川普现在不断的在骂贺锦丽 不过呢有这个记录就找出来 川普以前曾经还捐款给贺锦丽过 不只川普自己他的女儿伊凡卡也捐过钱 这个当时在2015 16年呢 是川普他当时成立一个大学就叫 川普大学 那当时有这个学生指控呢 这个学校涉及了诈欺 所以川普跟加州的政府之间有一些诉讼 那当时是这个贺锦丽他在竞选 加州检察总长的另一位这个竞争对手 就是呢当时侦办这个川普大学诈欺案的检察官 所以川普对这个人呢其实就蛮厌恶的 那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川普当时比较喜欢贺锦丽 就两度捐款给他 但金额不是很多 大概都是几千块美元不超过五六千元 那伊凡卡一样捐过大概两三千块钱 所以这也被民主党拿来大座文章说 你这么讨厌贺锦丽吗 没有吧曾经捐过钱给他 所以这看起来呢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当然川普他这个嘴上不饶人很会批评对方 他也帮贺锦丽取了一个新的绰号 周日傍晚白宫外 美国总统拜登支持者 自发性为他举办感谢活动 也力挺改换贺锦丽选总统的决定 我们在美国的时代 很多国家都会有女的领导 所以我们在准备 我们在准备卡玛丽 拜登与贺锦丽竞选团队 马上推出一系列贺锦丽周边商品 让民众能穿上力挺 不过独立参选总统的小甘奈迪痛批 说民主党现在改推一个好战派参选 川普阵营更是火力全开 亲川普团体砸下25.5亿台币 推出攻击贺锦丽移民政策的广告 川普上周末造势 也马上帮贺锦丽取了新外号 拜登退选后 川普说贺锦丽更容易对付 但贺锦丽真的比较好打吗 CNN这几周平均民调显示 贺锦丽支持度与川普只差1% 共和党分析师认为 尽管年轻选民可能挺贺锦丽 他的光环恐怕会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拖累 曾成功预测九次大选结果的历史专家 李奇曼说民主党如果想赢 应该团结挺贺锦丽 才能保有他13把钥匙理论中 慎选所需的多数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假设今天最后当选的是贺锦丽 她的对台湾的政治立场 会如何影响以后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呢 我们先来看贺锦丽其实跟台湾 也有一些互动 她在2022年的时候呢 曾经去参加我们之前的友邦 宏都拉斯的这个总统就职 那跟赖青的总统都坐在第一排 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 简单的交谈跟寒暄的 那在同年的9月份 她又发表了一个谈话 她表态支持台湾来做自我防卫 那到了11月份呢 参加这个APEC峰会 她也短暂的见到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一样讲到这个台海的争议 跟一些地缘政治的纠纷 她的态度是希望呢 可以开放沟通 负责任来管理任何国家之间的竞争 那这个美国知名的政治期刊Politico 她就分析认为呢 假如贺锦丽当选的话 那在台海议题上 应该会延续继续拜登一贯的政策 会应对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不过采取的是比较非正式的方式 有一些比较这个隐晦的考量 那这个是政治上 那如果我们讲到呢 在科技战的部分呢 像之前拜登呢 他曾经考虑过 应该不要再把一些先进的晶片生产设备 去贩售给中国大陆 那另外一个最近 大家不断在担心的就是川普 他说了 如果要美国保卫台湾的话 台湾必须要付保护费 所以看起来不管在哪一个面向上 台湾都是大选当中呢 和免不了一定会讨论到的议题热点 所以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 他也就认为了 我们讲台海或是讲中国政策是 不管对民主党或是共和党来讲都很重要 那未来这段时间 政治语言恐怕只会变得更多 而且更喧哗 所谓防卫台湾的提问 在11月大选之前 甚至大选之后 到明年1月份 这个新总统就职 恐怕都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被拿出来讨论跟放大检视的 所以想必呢 大陆也非常关注就是现在 这个美国两位两党候选人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不止大陆了 包括很多的欧洲国家 今天都在看拜登发表这个声明 他们有些元首呢 也发出了这个对拜登的支持 同时感谢他这段时间所付出的努力 美国总统拜登抛出退选震撼弹 从各国元首第一时间的回应来看 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欧洲多国领袖纷纷在社群媒体上 对拜登表达敬意 英国新任首相施凯尔和德国总理肖茲 都表示拜登的决定值得尊重 波兰总理图斯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也表达钦佩和认可 称拜登的决定勇敢有尊严 而不止政界元首暗暗松了口气 美国好莱坞大姐大巴巴拉使醉山 同样火速po文 感谢拜登对民主的维护 赞美拜登将名流侵蚀 另外曾演出星际争霸战的好莱坞之名 日裔演员乔治武警 曾在星际大战饰演陆克天行者的马克 波兰米尔也都发文表示肯定 这位选民对拜登的支持 易于言表 先是哽咽说不出话 一想到拜登以大局为重 最后还是忍不住在镜头前大标累 无论如何 民主党支持者的唯一目标就是胜选 但接棒的贺锦丽 能扛起打败川普的重责大任吗 支持者和盟邦国家元首 终于放下心中大石 但拜登退选后 艰巨的挑战才正要开始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在凯美台风来袭之前 今年的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已经在海南登陆了 为当地带来不少的雨势 而这个巴比伦台风 还会持续往西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预计会对广东的沿海 还有广西的南部也产生影响 四川乐山大佛脚下竟有多人在洪水中游泳 相当危险 因为该景点本来就禁止下河 四川面临强降与洪水 同时中国大陆广东一带 要防范台风巴比伦来袭 今年第四号台风派比安 于今天凌晨1点30分前后 在海南万宁市里济镇沿海地区登陆 登陆时中心强度10级 台风巴比伦是今年第一个 登陆海南的台风 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 海南发布防台黄色预警 因此琼州海峡已经全线停航 并提前在港口堆沙包 拉起警戒线 还有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停运 环岛高铁全线停运 三亚机场取消14架次航班 应对巴比伦台风 对海南岛广东西南部 广西南部可能带来的大道暴雨 据气象部门稍早前的一个研判预测 此次台风主要带来的影响 也是集中在降雨方面的 雨势逐渐增强 出现的是阵性的中道大雨的天气 台风巴比伦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略有增强 将进入广西北部湾 预计出现8级以上大风 对港澳地区影响逐渐减少 对台湾更是没有影响 跟凯米台风钻同时双台共舞 但距离远不会有藤原效应 TV新闻综合报道 众所主目的体育赛事巴黎奥运在26号就要正式开幕了 为了确保赛事期间能够平安 所以巴黎警方这次动用了四万五千多名的警力戒备 那在开幕式当天会在赛纳河举行 所以这几天警方已经开始在清空赛纳河的周边 总长40公尺的超长滑艇 上面坐满24个人一起划船传递圣火 只是世界上最长的滑艇 也是奥运圣火传递的一部分 去年10月在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砲袭的法新社记者 坐着轮椅参加火炬传递 另外塞纳河周边开始进空 警方架起铁丝网和警戒线 附近餐厅空无一人 当地居民进出要扫码证明 巴黎即将在奥运期间动员4.5万名警力维安 还有另一万名机动队伍 巴黎警方出动警犬在赛纳河加强巡逻 北韩时隔八年再次参加奥运 16名选手出发前往巴黎 另外还在战火中的乌克兰选手 今年只拍140人参赛 是历年来人数最少的一次 这名乌克兰跳高女神在出战巴黎奥运前 就率先打破了世界纪录 对他来说奥运已经不是个人的战役 而是为战火中的乌克兰争取荣誉 体育别的新闻中和报道 再把镜头转到日本来看呢 这里现在已经是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要转移的地点嘛 特别是在九州 这里又有日本细岛的称号 像是有台湾厂商决定呢 到福岡去设厂 打算呢在这里作为海外的第一座厂房 而且预估明年就可以开始量产 台积电到熊本设厂 现在还拍板要盖第二座 当然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也要跟随神山的脚步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福岡的九流米市 而这里呢是台厂加登精密海外收厂 三间坪超大场地 预估今年开始动工 加登选福岡九流米新建厂房 董事长邱明前说 除了因为美系客户要求一定要在两岸境外设厂 避免供应链中断 九流米土地成本较低 距离台积电熊本厂也只有一个小时车程 相当于台北到新竹距离 加登之所以会选择福岡的话 第一个就是熊本在台积电设厂之后的话 其实就面临土地炒作的问题 土地成本的考量之下的话 其实选择福岡就变得相对的合理很多 赤资九亿日元相当于新台币1.89亿 将以前开市晶圆传送盒 及紫外光光照传送盒生产为主 明年底前就能量产 跟着神山脚步走台积电最大客户半导体检测大厂 去年在熊本设立日本第二实验室 今年还要扩展民谷屋和熊本实验室检测设备 也规划在北海道设第三实验室 明远熊本布局将在今年中运作 重月去年八月设立熊本营业所 提供半导体相关材料设备 汉明熊本据点也在今年四月启用 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 那么由于未来的川普孤身呢 目前是高的 那么当然也可能使得未来在美国的设厂 当然未来也会是相关的考验是比较大 外传台积电考虑将在日本设立第三场 可能选指熊本或福岗仍存在变数 但可以确认的是 日本九州是半导体业重要集聚地 奖礼拼九州细岛复兴 TVN新闻中人张慧先 日本福岗报道 而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无人机的大小 可以跟手掌差不多大 这个是大陆的科技公司研发出的 太阳能微型无人机 它的重量呢 甚至比A4折成的纸飞机都还要轻 而且只要用自然光线 就可以长时间的飞行 未来可以运用在能源谈看上 靠着自然光便能作为上升驱动力 缓缓起飞 大陆科研团队已梳头脱下毛衣时 会产生的静电微灵感 研发出只有4.21克 比A4只直程的飞机还要轻 跟手掌差不多大的太阳能微型无人机 它是遵循了一个同性相吃异性相吸的原则 相邻的两个电极片 其实带有的电荷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中间运动的电极片呢 会被它右侧的这个电极片所排斥 被左侧的电极片吸引 最终形成一个生力 带动整个装置 也就是电池 电路 电机和螺旋桨本身 整个飞行器起飞 无人机越小 收集阳光的面积就越小 导致能量有限 团队开发的静电电机可连续运转 能量转换效率比传统电磁马达多十倍 而且尺寸不断压缩后 螺旋桨比铜板直径还小巧 这款微型无人机 克服了电池重量和续航力瓶颈 可实现长时间飞行 未来可用于捕捉影像 探测 甚至在密闭空间中运输物品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减小的尺寸 达到一个极限尺寸 未来可以把这种微型飞行器 应用于我们的勘探搜救的活动当中 这项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上发表 让大陆的无人机研发进展再下一程 TVB新闻综合报导 而大陆现在全力在发展电动车 甚至连电池产业也已经是世界领先 而且是超车之前的全球冠军南韩 而南韩它的电池的产量跟销售 很可能是14年以来的首度下滑 不过不单单只是营运出状况 最近在南韩也频频传出锂电池起火的意外 前阳台摆放的椅子和鞋子尽数烧毁 窗户也被爆炸威力波及 杀门破裂 狼迹惨况 原来是这户人家的电动滑板车 充电过程中突然爆炸起火 酿的祸 季州岛也有一家三轮电动摩托车租赁店 两天内发生三起火灾事故 总共38辆摩托车被烧成废铁 首尔地铁大志战 7月初也发生轨道检修车起火意外 浓烟充斥针挑地下通道 影响地铁运行 就怕耽误太多乘客通勤 消防部门将车辆牵引至户外 最终消防员将电池拆下 放入检疫水箱中 才在活灾发生三小时后 将火势完全扑灭 这些事故有个相同点 起火原因全是设备内 锂电池引发的 南韩锂电池火灾事故频传 其中以过度充电引发的事件 占最多数 锂电池全民锂离子二次电池 能量效率高 还可重复充放电数百次 广泛运用于智慧型手机 电动车比进行电脑和电动滑板车等设备 优点虽多但因为电解值内含有可燃性物质 有可能因为外部冲击或内部因素 导致起火爆炸 一旦燃烧或是难熄灭 恐尿损失惨重 即便拥有KX韩国工业标准认证的产品 已具备防止过度充电的设计 仍有可能因为外部冲击等因素 造成电池损坏 从而引发事故 南韩电池产业 其实是首尔当局相当注重的代表性高科技产业之一 甚至一度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如今面临安全性质疑和大量废弃电池 引发的环境污染争议 以及中国厂商激烈竞争下遭遇的出口难题 预计今年韩国电池产业销售额 将时隔1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特価型电池汽油增长 中国企业的主力商品 LFP较터리が大事件 结果注目받当韩国较充电池产业 摩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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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中国主力生产的 LFP磷酸铁锂电池 南韩主攻NCM三元系锂电池 专家分析这类电池密度更高 具有更高的能量容量 和更长的续航时间 但最大缺点就是贵 和中国低成本电池相比 自然竞争力有所下降 再加上中国制造厂商 有北京当局在背后助力 近期技术水准大幅提高 正迅速吃下全球市场 而韩国所需的电池原料 李孤 聂 某四大矿骨 也因大部分仰赖中国进口 供应链风险大 中国积极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 而韩国只确保了15处也为南韩电池业 带来挑战 LG 에너지 솔루션 反转强积极重振其国 TVB的新闻综合不到 而孟加拉最近陷入了社会的动荡 因为政府公布了一个新的公职配给制度 过去呢有超过三成的公职名额 是优先保留给军人军券跟他们的家属 不过现在这个比例一口气呢 被砍到只剩下5% 而民众认为呢政府这很明显 是执政党想要图离自家人方便安插自己的人马 就在街头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也造成了114人死亡 直警队的抗议者开枪 抗议者愤怒的投掷物品在路上纵火 到处是激烈的暴力冲突 警方直接发射催泪瓦斯 驱散抗议民众 到上个周末为止 在孟加拉首都打卡街头 依旧因为不满政府的公职配额政策 街头抗议没停 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 不过孟加拉最高法院在21号 驳回下级法院恢复配额的命令 才是政府职位不应在设置配额 但还是无法平息广大民众的怒火 学生团体立场坚定为争取工作权 不会放弃抗议 孟加拉政府放软态度说愿意和学生们讨论 尽管政令遭到最高法院宣布废除 但在宵禁影响下 不仅航班起降被迫取消 也有越来越多人 担心暴力引发连锁反应 涌向印度边境 孟加拉这场严重动乱 美国以内乱来形容 并且将旅游市井提升到最高的四级 呼吁公民不要前往 后续发展也成为各国关注焦点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台湾的军事焦点就是 今天正式登场的汉光演习 而这次的演习重点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夜间激动 所以在桃园有民众就目击到 竟然战甲车也出现在市区的道路 我们交给记者理解 警舍后面跟着好几辆军卡 另外一个角度更清楚 战甲车开车上路 发出红隆隆的声音震撼当地居民 好几辆战甲车的晚间 行驶在市区街道 不少民众拿手机拍下这一幕 而这里就在桃园龟山的复兴街 22号晚间7点当时 电人战甲车都会在附近 军方就表示夜间训练才是今年的核心 这次汉光在做好安全的规划之下 是依照敌人可能的行动时间 也就是全时段24小时落实训练 也就是说这个汉光操演 不只是早上开始傍晚结束而已 因为作战是不分白天晚上 这次的演习就有些项目是跨到凌晨进行 也是要提高演习的强度 增加官兵临战的能力 直上这样的战甲车开上路 体积比较大一点 也提醒民众希望不要太靠近 注意自身安全 但就算真的爆发战争的话 那可能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我们来看是以色列跟 叶门青年运动之间的战火仍然无法平行 而之前以色列呢 是出动了这个战机去轰炸 叶门的重要港口河台打港 现在呢 叶门青年运动也决定要反击 他们锁定的呢 是以色列唯一的红海港是艾拉特 而这座城镇已经因为战事的关系 全面痰痪 7月20日周六晚上 以哈冲突战场外扩到 黎巴嫩以外的国家 以色列出动多架F-15与F-35战机 飞越超过1800公里 等于跨过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距离 远赴叶门空袭该国三大重要港口之一 河台打港 附近市区都见得到浓烟碧天 河台打港市的储优设备 与发电厂都遭到严重破坏 越南医疗单位统计 至少六人罹难 87人受伤 这里不仅是 越南洪海沿岸的重要城市 也是越南叛军青年运动组织 接收伊朗援助军备的重要港口 从开始的冲战 我认识是以色列 会在所有人会在我们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声称 做出这项决定 并强调起英式 7月19日 越南青年运动组织 用伊朗提供的无人机 攻击以色列台拉维夫 造成以色列民众一死八伤 也就是以色列不仅加倍奉还 同时也展现其远程打击能力 有意义的意义 有意义的意义 抗典们掌握我们 到200次 在第一次 他们被攻击在色列民 他们被攻击 他们被攻击 我们会做这些地方 在每个地方 在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有毒的 有利民党人有质 他没有分别 这些我们今天知道 也在 Lebanon 也在阿זה 也在泄雲 也在泄雲 也在其他地方 以色列纳坦亚乎政府完全无视美欧与阿拉伯各国持续至今的调停 反而加码在中东开了第三个战场 也让外界明白以色列不打算停火的决心 7月22日以色列并声称拦截一枚来自叶门的地对地飞弹 但在青年运动组织占领的叶门首都沙纳 民众们多数仍然支持攻击以色列 我们所有的攻击可求都存在干净 结果呢 我们不会再帮助 这些攻击可求都不是攻击 我们这些攻击败不压怀 我们都还跟着 �ú 加击可求 叶门青年运动组织与控制区内民众 一致将以色列定义为侵略者 在夜门内战多年 造成名不聊生的此刻 青年运动组织继续形塑自己 为以实际行动力挺巴勒斯坦兄弟的力量 除了要博得国内民众好感 也希望增加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能见度 夜门青年运动领袖强调以色列不断攻击他国 只会让以色列民众更加焦虑 对内并无好处 眼前的以色列确实已对伊朗支持的三股武装力量 巴勒斯坦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 以及夜门青年运动明白开战 多线作战不仅考验以军防空系统 也考验明星对纳坦亚胡政权的支持度 7月21日 夜门青年运动组织再次声称 发动了陆空联合攻击行动 在海外国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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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海军方面确认彭八号货船确实受损 但人员安全 不过被夜门飞弹狂轰的以色列唯一红海港市艾拉特 战后至今被弹瘓8个月 港口已经宣布破产 要解雇一半的员工 夜门青年运动组织面对以色列反击似乎真的没有退缩 外界评估因为有伊朗撑腰 不仅其军力并非一两次空袭能摧毁 动机也不只是挺巴勒斯坦 更包括要在夜门内战真正结束后实质掌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中国大陆从今年3月开始呢 开放名校让游客去参观 现在在放暑假呢 导致很多的大学校园涌进了大批的观光客 像是在上海的复旦大学 不管是学生宿舍或是餐厅里面都被观光客给占据 让师生不堪其扰 游客大喇喇占用上海复旦大学食堂 依照校方规定中午11点15分到12点30分 只对校内师生开放 却仍有不少游客带着婴儿车行李箱进入排队站位 甚至放任儿童奔跑嬉戏 导致校内学生想吃个饭以为难求 你们学生在上海 他们是说最好看的孩子嘛 最好你的头都很脏 游战期间仍有留守或是属修的学生 但是游客团噪音干扰严重 有学生自测音量达70分贝 不堪其咬下 许多学生在社群发文 到底是大学还是观光景点 有很多游客会闯进光华楼 看观一些知名老师的办公室之类的行为 因为我们宿舍刚好比这个超比较近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游客 在我们宿舍那一块 内地参观或者是海岛 就算贴有禁止入内参观 还是有游客擅闯 对此复旦大学校方回应 实施动态限流措施 根据校内游客数量 分时段开放人潮 而其实不止复旦大学 遭遇游客不文明参访 中国大陆不少明星大学 都有类似困扰 TV新闻综合报道 很多台湾年轻人的困扰是想生小孩 不过很怕呢 会不会养不起呢 毕竟有低薪的问题 所以少子化好像已经变成台湾的国安危机了 不过呢 行政院的政委陈时中就抛出了一个新的点子 他说或许可以考虑 每一胎每个月可以补助3万块钱 不过这个政策呢 他需要的成本是每年要500亿 而行政院就表示目前确实有在讨论 而民众实际上的感觉如何呢 我们访问到有些年轻人认为 3万块几乎等于是有些人一个月的薪水 确实能够减轻不少育儿的负担 2023统计台湾生育率 全世界吊车尾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抛大补贴挽救法 第三万块这是一个四算四想的一个数目 并没有真正的一个方向 让它负担越来越轻 进而增加大家生额育女的想法 现行中央育儿津贴金额 第一胎每个月5000 第二胎6000 第三胎7000 直到幼稚园毕业 陈时中以每胎每个月3万元作为方向 一路补贴到上幼儿园前 两项比较起来 现行补贴生三胎每个月1万8 未来可能补贴生三胎每个月9万 金额暴增5倍 如果3万的话给政府养 这个我也完全同意 这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生活上也会多了很多的余余空间 孩子的一些保健食品 必备的用品就是奶粉跟尿布 2万至2万5左右 补贴非常多 而临近国家韩国同样生育率低迷 0到7岁累计国家补助约70万台币 台湾若能月领3万到3岁上幼儿园 至少就能领破百万 我是请陈时中政委能够去统合一下 那么现在如果合理的计算 证实政府讨论中 只是是不是3万还得看预算 同样面临育儿阶段的在野党立委 又怎么看 而今天早上有在关注股市的观众朋友 有些人可能心情不会太好 因为今天台股持续是走跌的 中场是下挫612.1 以2万2256点作收 是今年的第二大跌点 那至于台积电的部分呢 是跌了3.2%收在939元 另外重挫的是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今天收在32.848元 重点了1.18角 也是8年来的新低 美国大选角力持续升温 也连带影响到股市 周一台股是以2万2818点开出 随后是走下行趋势 甚至一度下跌超过600点 每选效应发酵 美股四大指数上周拉回 台股周一持续震荡 盘中一度狂蟹超过700点 中场以2万2256点作收 下挫612点 是台股史上第六大跌点 也是今年的第二大跌点 台积电ADR上周五下收跌幅3.55% 不过其实市场传出利多消息 美国对大陆半导体出口制裁 陆器为此扩大囤积晶片 台积电迎来极单 但股价似乎救不了 周一台积电再下挫 早盘出现938元 中场收在939元 跌31块 四个交易日市值蒸发3兆 股汇双杀 周一新台币对美元收盘32.848元 贬值超过一角 幅度来到0.36% 跌破32.8元价位 改写近八年半的盘中新低记录 说今年来的涨幅已经达到36% 如果你去看季欠的这个国外力 就是60日的这个正国外力 来到12.2 一个大环境来说 其实也应该要休息 回归基本面紧接着要迎来 美国科技财报周 Google公司特斯拉将在美国时间 7月23号率先公布财报 微软超微 Meta 苹果 Intel等大厂 也将陆续在7月底到8月初 陆续公布第二级野级 我们对于这一次的科技股的财报 包括把说进入所谓的旺季的效应 其实还是给予神圣热观的态度 尤其在AI这边反映到这个趋势 除了科技类股分析师认为 拜登退选游望为基础建设类股 网路通讯绿能电动车族群 挹注成长动能 美选如何发展牵动全球股市 体育新闻联续平杰台北上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中文字幕提供 鼹岘